《龍鳳金鞍圓肉鞭》 《語毒不回覆》頻道 阿全正所謂聽到你開這本的 《馬家輝龍頭鳳尾》 我心想你都算有眼光又膽色 總之那一刻想找一些關於香港的小說 不是香港小說 是關於香港的小說 特別是這麼過癮的一本書 講龍頭 還有一個黑社會大佬 還有同性戀者的一段歷史故事 在香港發生 還有一個動蕩時期發生 我就很被這本書吸引 我知道白水上來只避重就輕 大家知道《龍頭鳳尾馬家輝》寫的 一開始先聲奪人 那個蝕子 一開始和第一章 害怕嗎 坦白說 你本人是 我本人是 你身飛機 你 但是支持同性戀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是想問這些 你當然很坦白交代 OKOKOK 即是 即是即男癌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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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已經覺得很過癮 一開始就說馬家輝 即是作者馬家輝先生的外公 在那裡吃這個馬屁 還是牛屁 牛啊 不要 你看現在了 不要再想一想 牛邊 邊邊邊邊 因為我是女生 我看到就 嘩 原來是這樣 但我想知道 男生看是怎樣 HOT 我見到很飽 雖然因為我吃素 就不會一回事 但我感覺 吃素吃了很久 一年的 你還有機會 你沒試過 是不是有感覺 但就算不吃素應該都不會吃 流行小說寫到這樣也不是很多 在嚴肅小說就更加少 因為它開頭其實很感官刺激性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說到就住就住 無非因為我們是一個很溫文爾亞的Jetbook Channel 什麼是呀 就是說我不漂亮 是不是真的說我不漂亮 所以我們盡量希望不要爆粗 很努力很溫文爾亞的說說故事 故事是關於一個黑社會大佬 孫興社的堂口龍頭 綠藍財 主要是說他怎樣來到香港 由一個拉車仔搖身一變 變成堂口大佬 在這個動蕩的香港 經歷了種種的愛慾情愁 介紹一下這本小說的背景 其實這本龍頭鳳美是由馬家輝所寫的 馬家輝是一直都非常活躍的文化人 有寫專欄 有做節目 亦有很多創作 大約是入到50歲大關才開始寫第一部小說 就是這本龍頭鳳美 第一部長篇 第一部長篇的小說 就是她的香港三部曲第一部 另外還有兩部 為何這麼遲才寫的長篇小說呢 原來跟一些遭遇有關 我之前看過一個訪問 就說她早年前是一個聚會 有人就叫她 馬先生你作家 但施藍生就說她不是作家 馬先生真的生氣了 真心生氣了 馬先生其實已經有不少的創作 為何還不是作家呢 馬先生就說原來文學都有排行 寫詩寫小說才是上流 然後遲等些可能是寫散文 專欄等等 所以沒有寫小說 你自然就不是一個作家 馬家輝就說 我不服氣了 所以她就寫回第一部長篇小說 做回一個作家 而她自小就在灣仔長大 見過很多江湖白台 她在訪問中就說 其實她覺得自己欠了灣仔的故事 有這麼難來灣仔的 所以她就想用文字來細數 去成長的地方 所以就寫了這個故事 其實龍頭鳳美這個名字 是有典故的 其實就是出自排狗 龍頭鳳美大殺三方 其實龍頭鳳美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排狗的一種砌牌的方法 就是把牌砌到前重後輕的形狀 就叫做龍頭鳳美 在這個故事裡面 叫做龍頭鳳美的 當然是跟賭有關 其實江湖之士離不開賭 行走江湖本來本身是一場賭博 但其實龍頭鳳美也關南爺主角視 為什麼呢 就是南爺就是黑社會孫興社的大哥 當然她就是龍頭 但她同時也是一個同性戀者 所以她就是鳳美 正宗集龍和鳳一身的人物 而正正是這個身份 也構成了自己很獨特的故事 表面上是一個龍頭江湖大佬 在人面前就要紅豆豆 但在底子裡就要去不可告人的小世界 龍頭鳳美其實真的很好看 也賣得很好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本書 我又在大學教的 但我一直都欠這本書一個書評 所以多謝全全來講一講 讓我有機會都可以發表一下 獻醜獻醜 有人就說龍頭鳳美最精彩的 可能不是她的人物訴訟 不要生氣 而是她裏面營造一個很複雜的江湖世界 政治角力情慾鬥爭等等 裏面人與人的關係很吸引 我知道馬家輝為了寫這個故事 是做過很多研究 我去過她家 我見過有整兩個書架都是關於漢奸的書 本本我都沒有見過 就是很努力搜集回來的書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本小說最精彩的位置 就是講一個亂七八糟的大時代 亦都在於在這個亂七八糟的大時代 下一個有血有肉的江湖大佬情玉史 故事就發生在抗日戰爭的前後 當時香港其實是英國殖民地 但其實是山頭林立 既有掌權的英國人 亦都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香港的勢力 亦都有對香港虎視眈眈的日本一方 所以香港可以說是處於風起雲湧之際 而亂世往往就出英雄 好像你一樣 都出了你 我是亂世而已 你英雄 你生我出來 很多豪傑就在城勢而起 南爺原名叫陸北財 不是南財 原本是一個廣東佬 出身茂名的河錫鎮 在鄉下做武功 後來因緣巧合 去了做南天王陳濟堂的軍隊 當兵 之後就來了香港做拉車仔 因為一次誤會 打傷了一個英國要員 走路去了廣州 跟他弟弟做黑社會賺錢 原本就在風月場所裏做金班 怎知越做越有 後來唐口就收到上海青幫大佬 杜月生的命令 就要在香港插之旗 起個字頭 那麼陸北財就被人委派了 回來香港做渣筆人 正式改名做陸南財 誓要做香港的南天王 就這樣看下去 故事就好像說一個幫會大佬 傳奇的發為史 由底下階層就做到大佬 但是其實到底是時勢做英雄 還是英雄做時勢呢 其實在這個動盪時代 好像很多人都靠自己的實力打出一片天 但其實只不過他們都是被歷史的巨輪推著 亦都是身不由 在那個年代雖然未必有政治正確這件事 但其實中同奸經常是人人都掛在後面 特別是華人很在意當時的人是不是漢奸 但其實到底那時候有誰不是漢奸呢 裡面就提到日本侵惑 上海青幫大佬杜月生就跟張兆林商討去聊 張兆林就說 我老了我不走了 杜月生就說 咦? 那不就是留下做漢奸? 賺吃而已 飯花啦 張兆林生生氣的就說 什麼漢奸不是漢奸 如果你說漢奸 我們早就是漢奸 黃金榮大哥 他們其中一個結拜兄弟 就幫法國巡捕房做事 那不是漢奸嗎? 你和我 難道沒有幫過租界的老外做事嗎? 咦? 日本人是老外? 英國人、俄國人、法國人就不是嗎? 或者在這個亂世下 中同奸就不是那麼容易分 杜月生後來去到香港 就越來越認同張兆林說的說話 他說 其實根本滿城盡是漢奸 英國掌權的時候 每個人都為英國人做事 到日本人來到 就為日本人做事 其實大家不是日生不由己 只不過是一個亂世下的打工仔 日本人來英國人走 其實不過是換個老闆而已 但換來換去 香港人不是從來都不是自己的老闆 人人都是漢奸 只不過是這個時代下的悲劇寫照而已 不過我就不完全覺得 這是一種悲慘的寫照 因為我覺得他有時候寫到人性的一面真實 的確就是人人都可能有幾個不同的自我 在幾個不同的時候 效忠幾個不同的老闆 即是論文老闆 和你太太 都是不同的老闆 但我不是自己的老闆 然後有時候 在這些身份轉換的納欺之中 有時還可以找到一個滿足感 或者真實的自我 書裏面就有說 有誰規定龍和鳳不可以在一個人身上 同時配合龍和鳳相傳 這樣會不會才是完美呢 我就覺得有少少想起 喜劇之王裏面 尹天愁 他做做Cat Affair 他簡直做臥底 去實現他的才能 當然問題就是你拿飯盒就會變成玩命 我覺得同一樣關係就是命運 裡面經常提到江湖中人好賭 其實賭好像跟賭桌上其他人對賭 但其實不是 跟你真正對賭的是命運 故事裡面提到一段說話 它說 命運本事遙不可及 看不到 臭不著 然而賭博卻讓抽象的命運 切切實實地落到你手 可見 可碰 可敲 可恕 命運如此貼近 所以是如此的親 你不必等待 身手即可觸碰命運 輕易地 直接地 跟命運打過照面 所以你明白 你命不孤單 跟你對賭的並非灼前的其他人 而是命運 只是命運 其實跟你鬥的不是其他人 其實也是命運 在這個大時代打壓求全 我們就是跟命運搏鬥 的確是 這些命運抉擇的激烈瞬間 但在太平城 坦白說我只是在小說 電影和電視劇裡面才能領回到 但在大時代 你有時是覺得親臨其境 你現在可能做一件事 牽連好廣 你整個人生改變了 真的會有些事 其實在這個命運的擺弄下 故事的角色被人推著走 但其實連他們的情慾愛恨 都被人推著走 很多時候甚至發展到 不是他們想要的模樣 發展到非常複雜 不過其實這樣才真正反映到 我們人生的感情 就是這麼複雜 我想這也是小說好看的位置 其實男爺小時候 就被他的七宿雞姦 還要不止一次 他既是痛苦 但他又快樂 痛並快樂著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就影響到他之後的性取向 他又跟女人行防 他亦都喜歡跟男人行防 裡面就說 其實每個人在床上都有些秘密 而只要秘密沒有被人知道就行了 甚至保守秘密還可以令到事情更加刺激 對於男爺這個龍頭來說 最大的秘密 當然就是他作為洋人警官 張迪晨奉美的這件事 秘密、忠誠和背叛 是龍頭奉美的重要細節主題 秘密的重要性 正在書中是由巴女仙涕 差不多是比較重要的女角色 在這個小說中 仙涕是一個女童 她是雷斯編 雷斯編 她對陸男才說 沒有所謂的 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就可以了 這裡有說出一點 我們有秘密 我們才有自由 當然有秘密就會有忠誠和出賣 有一個不肯定性 這也是人際關係複雜 而刺激的部分 都要是馬家輝、馬爺 這麼多歷練的老江湖才寫到 難道你吃了我的朱古力 我出賣你 或者你出賣我 你吃我的朱古力 那就沒什麼意思了 你偷了我的刷膠 我恨你 男爺和張迪晨 說起他們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複雜 他們在男爺做拉車時認識 男爺做了大佬之後 他們都保持了這段關係 床上他們是情人 床下他們是合作夥伴 張迪晨就在男爺背後 撐腰幫他發展幫會 男爺就給張迪晨情報 讓他可以工作很順利 我們經常互相利用 大家作為黑社會大佬 和警察要互通情報 來掩飾大家私底下的關係 這個就是警察和黑社會 還有洋人和華人 兩個男人三層 而且他們特地在人面前出現 扮到我們就是大家互通情報 但其實我們正在拍拖 所以正正是這個得意為有換味 其實在日本侵華的前夕 港府實施了宵禁 之後這些特權人士 好像警察一樣 才可以11點之後出街 但他們利用了這個機會 去東華儀裝捉櫃 在那時候整條街都沒有人 他們倆就很浪漫的 駕駛車上東華儀裝捉櫃 但其實可能他們兩個才是那隻鬼 一來就吃了鬼佬的鬼字 二來就是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其實從來都不可以被人知道 所以就好像一隻鬼一樣 活在黑暗之中 但正正他們就在這個亂世中 借著黑暗光明正大拍拖 那就是一種好像在這個亂世中 世界將我包圍 但誓死都要一起的感覺 那他們就一起等到11點 你會不會做些什麼 看著儀裝山下萬家的燈火 在燒禁的時候一起關燈 那整個香港就好像睡著了 既浪漫 但又不可告人 你又避開了後面那些火熱的環節 不可以出嘛 我很想出 第二次他們再在這個捉鬼的地方相見 當時日本人其實快要打到來了 張迪晨因為他是外國人 而且是政府的人員 他的處境非常危險 他就變得很脆弱很慌張 他哭著求男爺幫他保管錢 以備不時之需 男爺以往就是他的鳳尾 但現在他們的身份好像對調了 而這種轉變亦都令到他們的關係開始變化 令到男爺覺得他好像被人在利用 最後一次在這個東話儀裝再見的時候 張迪晨已經在走南 他就帶上新相識的小情人 然後就求綠藍財幫他們安排走路 其實這個真的有點不智 對 這個真的有點不智 大家不要太冒險 千萬不要帶著新情人找舊情人 你叫他在那邊躲一躲 等一會 但正正看到這個鬼佬張迪晨 多麼不放男爺的眼淚 他不疼愛他 所以你看到男爺為何生氣 而他就叫他你幫我們走路 阿藍你一定會幫我們 他還說 可以支持那些錢我先放在這裡 終有一天我一定會回來 到時我不會虧待你 我到時不會少了你一份 但男爺就覺得 你當我是甚麼 你現在徹底利用我徹底背叛我 你還要帶這個男人來賭我面 他就口說好我幫你 但他轉過頭 就將他們出賣了給日本人 可能他原本只是想著會令到張迪晨被人捉住 就扣留 因為他走在那邊想 你那些日本人不敢殺英國人吧 誰知最終間接張迪晨就死了 他原本想著我們終有一天再見 到時我們再續前緣 再解決那些因仇 誰知這次就是最後一次見面 其實幾次異裝相聚 是堅證著他們感情的轉變 由愛 再去到開始覺得被利用 最後去到有恨 其實最終男爺到底是恨他 還是愛他 還是有妒忌 還是有很多怨恨 還是還是還有很多很細緻的感情 其實根本很難分得開 我覺得就在這個位置 正正見到感情那種複雜 亦都寫到我們人之間情慾的糾結 陸藍財和張迪晨的情慾線 其實在書中是很重要的 八歲就不說了 但我覺得為何要在這題 就是可以帶出這本書 看來陽光的龍頭鳳鳴的另一面 命理學上有一個名詞 叫唇陽一點陰 指明革如果傳屬陽性的人 其實他會有一個隱藏陰柔的核心 我看龍頭鳳鳴也一樣 整個格局這麼洋光 即是沒有女角 有黑石會有男童 但其實在這個全線陽光的小說裏 經常都有很多溫柔貼心的 敘事點撥的介入 其實頗有那些 張外寧若得其情哀經脈起的味道 好像撤悟了世道人生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好看的地方 就是有這些溫柔的點撥 大家所以就不要只被他陽光的格局遮蔽了 看不到馬家輝陰柔的一面 就好像喘喘 經常又打拳 又陽光什麼什麼 但骨子類都是很柔弱的 不要以為小華依依不知道 你怎知道的 一看就知道的 其實是 沒辦法 鼻息串的感覺 不懂得回答了 被人講中 通常男人被你講中了他的事 不懂得回答他 開始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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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頭鳳尾真的要江湖為背景 為了寫實 裡面有很多粵語粗口 做到滑龍點睛的效果 所以我耳毒不回復頻道 雖然一向都是瘟文耳啞 但為了忠於圓著 都要破一破例 是不是 全全 其實破例是我而已 不是我 我不是 你講 你講 其實主角 男爺經常說一句說話 就是 是 我好喜歡這句說話 為甚麼呢 就是我覺得 為整個故事滑龍點睛 因為是 是 但這句說話 粗俗得來 但又表現到廣東話的幽默 有很多東西 其實就是在我們人生上 我們根本控制不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很無奈 會有說 是 是 但有時候有很多東西 就是不讓你選擇 所以不管了 是 是 這樣不是消極 而已經是可以做到最盡的積極 所以做人的事 是 是 是 裏面的 粗口 和語氣詞 都真是很重要的 如果沒有 就變成了 隨隨隨便 那怎麼可以 這樣才是教壞小朋友 但 是 變成了一種 面對命運 都要盡其天明 盡做 又背負命運的境界 你說多麼重要 不要了 警戒啊 全然 屎X彈啊 我以為你會說 童子君跳彈床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啊 童子君英文怎麼讀啊 怎麼讀啊 Skull啊 就Skull彈彈咯 哈哈哈哈 你認不認識的 Skull彈彈 怎會又認識這些東西 為什麼你都認識 是個兒子來的 其實我好溫柔地說屎X彈彈 屎X彈彈 你常常說我愛你 這樣說 我愛你 X彈彈啊 你常常像讀倫文這樣說 X彈彈啊 你常常像豬文這樣說 X彈彈 X彈彈啊 X彈彈 X彈彈 X彈彈